大家好,我是佐拉 我在网络上有一个假名叫周大可 只有在我遭遇到诈骗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假名 然后昨天晚上我遇到了这样一个 在搜索的时候在Google的搜索引擎里面 找到一个这样的链接 然后我就知道是诈骗 所以我录下来给大家看 我看到了一个诈骗的页面 他说,亲爱的中华电信用户 感谢你对中华电信的支持 给你一个机会延迟一份星期四 6月30号的iPhone12 好,有了iPhone哦 好,感谢你对中华电信的支持 恭喜你iPhone用户 在Google新任的车序 延迟iPhone12 这来自柜市 柜市是哪里,他不知道 来,你的IP地址 随机会的Google旅品 谁是Google高达香港 港币八千块的产品 Google创始人 那肯定是比尔哥子啊 第一年成立啊 Google总部肯定在美国啊 Facebook肯定是Google提供的啊 他说我的回答完全正确哦 乱讲 IP地址有奖品供给哦 选择喜欢的产品 PlayStation 3星iPhone 这里还要留言哦 赛图6月30号10点54pm 今天还在6月30号 动作出场6月32凌晨 0.49分的这个留言是假的 这些留言都是假的啦 这个网址是一个什么网址 嗯 怎么会是广东话 怎么会 会非常容易 有 正在检查里来边一致 有剩余的礼物 可有没有 再检查上去 哇 感谢你参加调查 点击你懂 这个把我当成广东人了嘛 2022年年度访课调查花莲City 好 点这边 全年吧 又换了网址 又换了个 再换一个 哇 有机会延期 潮湿公众圈1万元 全年啦 用我全年的好了 接下来就收集资料了哟 那我就 照常用我的 网络上常用的假名叫 周 周大可 然后我就 大可 周大可 at 佐拉.com 这个有限是能收到的我 单身 同意一下事项 什么 还要验证了 验证我写个 画链线了 哎呀 还有预睡箱 有没有电话 有个 有个 哎呦 啊 写不满 那不怪我了 哎呦 太自知台湾电话 周生日期 19811003 还有赞助商 TotalEPC TotalEPC 我常常收到他们的广告啦 你要不要什么 参加他们的主办单位 TotalPetal 啊 看看过两天会收到什么样的短电话 好 超市购物赚一万块 会不会有呢 啊 好啦 TotalEPC 哦 又再推销TotalEPC 有TotalEPC 好 你们写的技巧 金融卡 一定要写 哇 上班的高中值 很重要 又是富邦行销 哇 这些 这些 这些营销套路 嗯 怎么又是答问题 又有什么交友 LifePoint 巧智蝶 不想尝试 不想 哎 点了这个想的话 台湾RedPocket 51.com 哇 他们这个一套一套的 好复杂 哇 又给这个网站带来流量了 投入了 因法 不认识 我就这 这么多理质一遍 无办可 无办可 不想 没有办法就不想 康宣 E-Talking 投入了 没兴趣 不愿意 苏佩带 都是推销哦 5E-Talk 哇靠 哇靠 他们这后面不少 很多很多商家里 他什么流量都能导过去 3V-T-A-G-I-Z-Rγ-R-O-R-N-G-O-R-E-P-L-A-N-Y-H-E-T-G-E-S-M-E-S-M-E-S-G-E-R-E-V-E-N-E-G-S-E-S-E-N-Y-S-E-Z-O-S-E-S-E-S-C-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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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S-E-S-E-R-O-C-E-S-E-S-E-S-E-N-C-E-V-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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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E-S 我相信过几天一定会收到Twitter ABC的广告 看一下邮件 这样会完美 这样的诈骗到底要收取个人资料之后要做什么用呢 且看下一集 看我接到电话 他到底在说什么